大家好,我是李淡 穿着这种衣服就跟没穿衣服 很羞耻的感觉 但是今天很开心 居然接到了阿里巴巴的活 真的很开心 这些年在淘宝上花了很多钱 今天出来赚钱就有一种 赚的都是我自己的血汗钱的感觉 但是大家也看出来了 赚他们的钱很不容易是吧 我爸妈结婚我都没穿得这么公众过 很难理解 你说有钱人客户什么屁好 你喜欢看穿成这样的 直接请张绍刚不行吧 请我干什么 觉得不重要 反正今天赚钱 赚他们的钱 赚阿里巴巴的钱 就有一种报仇血恨的感觉 很爽 然后等一会儿把这个通告费呢 我就再 都花到淘宝上去 圆汤花圆石 羊毛出在我身上 非常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阿里巴巴会员节 笑巴笑巴云上盛典 今天是阿里巴巴为尊贵的会员朋友们打造的年度狂欢节 今年呢是第三届 前两届也请了很多明星 我去查了一下阵容 前两届也请了吴月天吴亦凡 易烊千玺 这一届请的是李旦 张柏阳 成铺海员 看完这个阵容 细心的朋友们就要问了 阿里巴巴真的还有钱吗 有钱啊 阿里巴巴是把钱省下来 回馈会员朋友们 回馈会员朋友们 我们这帮吐口税也来是比较便宜 但是我们今天呢 放心不要害怕 我们还是请了一些真正的明星的 大家都认识的明星 而今天我们的这个整个盛典的演出形式 是海内外首次尝试 大家平时都看过talk show 是吧 我们今天的形式呢是talk and show 就等一下那些真正的明星 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歌舞表演 反正今天的这个晚会怎么形容呢 就是我们说我们的 他们唱他们的 就是脱口秀和歌舞 完全没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你们看完一场你都会懵 你说这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但是我刚看到这个策划的时候 是很激动的 因为那些朋友们也有一些 我很喜欢的明星啊 又唱歌又跳舞很热闹 我就好奇你说这么热闹 谁还要听脱口秀 也许就是他们 为什么非要请这帮脱口秀演员 就是我们阿里巴巴呢 一定要传递这么一个信息 就是88VIP啊 你要什么 不管你的需求有多么奇怪 我们88VIP都可以满足你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大家也都知道 这些这种活动 要回馈的活动 肯定有很多打折信息啊 福利啊 权益啊 这个就是唱歌跳舞的人办不到的了 他是没有办法通过舞蹈动作 传递一个打折信息给你们的 是不是 所以今天呢 这些脱口秀演员 说什么不重要 一定要仔细听 听着听着你就会笑起来 跟梗没有关系 是因为福利真的很好 是吧 有很多 真的有很多不错的福利啊 这个叫为会员打造的狂欢节 阿里巴巴呢也很下本 我们去看了一下 就是今天光是福利和权益的台本 就这么厚 王建国拿着这个台本跟我说 这么多权益 叫哪是台本啊 这是电视剧的剧本啊 剧名我都想好了 权益的游戏 88VIP is coming 这个88VIP coming 带来了什么呢 折上95折 388个大品牌 就是折上还有95折 这个折扣 听着是不是稍微有点拗口 大概的意思就是 它本来就已经有不错的折扣了 咱们88VIP还有折上的折扣 你在手机淘宝 任何地方 就是你一不小心 就会碰到88VIP的专属折扣 你说我就想原价买 不行 你就得打折买 而且你们也发现了 今天我们这个脱口秀演员的阵容 也很有折上95折的感觉 我自己呢 显然就已经是打折来的了 是吧 还附送了一些95折的朋友 就混杂在这个观众的观众朋友们里 你们根本就发现不了他们 对不对 就是这么亲切 我们马上就要来第一位演员了 那就是 非说自己时尚 恨不得把logo都穿在身上的 张博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Ke Ron